來看一下人事考評管理系統這一題 首先第一個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你會發現總共會有四個工作表做的事情實際上是一樣的只是總列數不同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產生一個VBA的程式就是當然可以直接按下按鈕四個工作表全部都完成的話 那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撰寫 首先的話呢其實我們可以分階段來做啦當然呢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 先把那個總共有七個 七個欄位的公式先完成做先做好 做好之後呢再丟給那個VBA VBA其實只是把公式輸出而已 但是呢你會發現如果做好一個之後呢如果其他的工作表也要的話 那這裡的話你可能要再學習一個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那我們可以切到下一個 那並且把這個公式自動再填滿 那這個地方當然要特別注意就是你如果要填滿因為總列數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一定要用追蹤的方式 那理論上我們可以從A3直接向下追蹤 比如說游標放A3然後Ctrl向下 那我可以取得呢目前停留的 這個列在哪一列 然後呢我就可以利用這個變數 去 決定我要跑到哪一列停下來 OK所以我們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階段的話是Excel的公式 那首先的話這邊會用到 所謂的VBA數 那查詢的話呢比如說我要查單位 那當然你要分兩階段 我第一階段的話是從編號裡面去查108 OK那108的話怎麼先切 因為他在字的中間 所以理論上我們會用到所謂的文字裡面的Mid 中間的Mid OK 然後呢從第幾個字呢文字給他 從第幾個字呢123 從第3個字 那我要幾個字呢我要3個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不是108 如果是的話那表示是應該是公式是沒錯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108就出來了 但是我不是要108啊我要什麼 我要再把108拿去查 查什麼 查 他是哪個單位的名稱OK 所以呢如果說我要查的話啦 理論上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用V的函數 那V的函數有個特性 查詢的話一定是這個範圍的第一欄 也就是說呢你那個 假設你的108不在第一欄 跟各位講抱歉不能查 一定要在第一欄 如果你不是在第一欄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別的方式查 那查的方式的話第一個我們可以把剛剛的Mid 剪下來 公式剪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公式 就是叫查閱與參照裡面的 最下面 這個 最下面一個 那我們用那個V的函數 就來查 那查的話呢 需要給他一些相關訊息 第一個 ㄟ 你要查什麼啊 我要查108 OK第一個 LugarValue 其實就是你要查什麼 第二個的話 Table 顧名思義 就是那個對照的表格在哪裡 那就是單位嘛 所以 你可以按F3 那你會發現F3之後的話 他就會出現這些清單 那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啦 因為呢 他已經幫我們把那個名稱定義好了 所以我直接去選取就可以了 然後他是單位 那把它單位點下去按確定 好 那 但如果說你假設不知道 這裡面到底是對照的 是對還是錯 你一般習慣是 先點下面 這個格子 再點上面 他一樣呢 會幫你把這個 Table裡面的 範圍告訴你 在這邊 跟這邊 OK有兩個欄位 那另外的話你也可以看後面喔有大瓜壺啦 其實大瓜壺就是指的是範圍 所以以後你看到大瓜壺喔在 Excel或者是 VBA裡面也好都叫正列 那通常的話是指的是 一個欄位或者多個欄位啦 OK那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多個欄位的話 那就是中間加豆點 那一列跟一列之間加分號 OK這有個固定規則 好那我要查的資料是在 這裡 OK沒問題 而且也是一樣雙銀號 如果呢以後看到這邊 這邊是雙銀號 那這邊沒有雙銀號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樣沒辦法查 一定查不到 那我要查的話呢 ColorIndex 那查一定是查第一欄啦 那這個問題的話 他是問你 那你查完第一欄 之後 那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 帶回來啊 那因為只有兩欄 所以輸入2 我要把第2欄的資料帶回來 然後比對方式的話是不是要完全一樣 4的話就輸入0 0的話表示false啦 就是我 他意思說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啊 如果要就是輸入1 他就會用模糊查詢 那所謂模糊查詢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他會幫你找接近的 我不要 一定要以模一樣 那就0 這個就是完全精確的查詢 OK按確定 好 那我們 查出來第一個 向下填滿 那組別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 組別部分的話 他 我們看一下 組別的話應該這邊有 組別是ABCDE啦 所以 指的是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第幾個字 第7個算下應該是1234567個字 所以呢我要 從中間所以呢最近使用過的 MID 然後從這裡面資料呢的第7個字 我要只要一個字所以就輸入1就可以了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呢去組別裡面查 有沒有所以這邊一樣組別啦那一樣查 D欄所以這個動作跟剛剛類似 剪下來之後的話呢再插入 V軟數 然後呢把那個A的就是剛剛切的資料呢 貼在LUGAVALUE裡面 然後查A喔 那去哪邊查 F3 那因為這個是查組別啦這邊已經有一個組別了 就按確定 那如果 不確定裡面是不是 正確的表格你可以再 點一下組別 他就跳過來 沒錯 A應該是一般銀行業務組 所以呢我要得到的是第2欄 喔 一樣啦比對一定是第1欄就對了 那所以呢如果Cullindex一定指的是 第1欄以外的欄 比較有可能 OK然後 要不要精確比對不要 那就輸入0 OK按確定 好那就向下填滿 那升等的話呢 是指的是這一個 那指的是第1個字 所以呢我們一樣喔 利用其實用Labs就可以了 所以用那個文字裡面的Labs 左邊的第1個字 所以這個資料裡面的第1個字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是用Labs 它是一個文字函數 所以取得資料的話 它也會是文字 好 那如果你文字跟數字比的話 比如說升等 所以一樣剪下來 然後呢用V卵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查這個 然後去哪邊查呢 F3 去 這個所謂的 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它的升等 那你可以看到 升等裡面的話 其實應該也可以看 它實際上 1的話 前後並沒有什麼 雙引號 所以喔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喔 那當然這個也是還蠻常遇到的錯誤 因為很多人 怎麼會查不到呢 明明這個1 看起來就跟那個升等的1 不是一模一樣嗎 當然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實際上 如果在Excel裡面 Excel它看起來是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用自己的 你看的 這個結果來論定 你一定要是按照Excel要的 所以它一定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 假設我們現在 全部都先輸入完畢好了 你會發現它找不到 不是有1嗎 為什麼找 Not available 是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呢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 這個1 跟 升等裡面的1 是不同的喔 因為這邊的1 是有前後雙引號的 這邊的話呢 是沒有雙引號的 所以這不懂 那怎麼辦呢 可以把這個1怎麼樣 轉換成這個1就好了 那怎麼轉喔 前面我好像有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呢 請你把那個Labs外面再包個Value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今天要把 這個1 轉換成這個1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Value這個函數 所以 請你在那個Labs的 刮斧外面再加一個Value 前刮斧要幫你加了 後刮斧要自己加 所以後刮斧在Labs的 右邊刮斧再打一個 OK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它轉換成 數字 然後比對的話 就找到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還蠻重要的 而且很容易出錯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應該是烤7吧 我看等級 但是烤7 這是烤坪 所以呢我們就是什麼 把這三個相加 但相加的話也是要查 所以呢一樣我們是 先插入那個Value數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 去哪邊查呢 F3 應該是烤7啦 OK 有沒有所以這個裡面查 那查的話要第二個 把數字帶回來 那0 按確定 那一個呢 拿第二個 第二個其實不用重打 你乾脆把這個什麼 複製一下 在中間加個加號 然後加上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位置 改一下 這個的話呢 改成這個 然後這樣的話呢 就加第二個 再加第三個 所以呢其實可以再拿這個來改 但是 因為第三個成績是 A加 A- 然後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 把它改一下 就不是烤7 應該是什麼 F3 你可以把那個名稱 Delete掉 他可以一樣可以用選的 他叫烤坪 OK 然後 這個位置的話呢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然後 把這個三個相加呢 刮斧喔 記得喔 先加完之後 再除以3 或者你也可以外面包一個Average 也可以啦 反正結果是一樣的 OK打個勾 這樣OK了 向下填滿 然後呢 然後呢 比4的話呢 就是這個乘上0.3 加上這個乘上0.7 所以公式的話就等於 這個 乘上 0.3 加上 這個 乘上0.7 OK打個勾 好 那他就算完 比4 那合計的話呢 就是等於 跟剛剛做法很像 等於 這個 乘上0.6 再加上呢 這個乘上0.4 OK那就是他的 合計啦 然後呢 最後名次的部分的話 再利用什麼 前面教過的統計類裡面的 Rank.EQ 所以找到R開頭的 Rank.EQ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的成績 跟所有人比 所有人就在這裡 M Ctrl Shift 向下 OK這個範圍 那記得呢 最後 3跟4 10呢 一定要鎖起來 因為呢 這個待會我們會向下填滿 那 參照的範圍不能跑掉 所以一定要鎖起來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 這個所有的 名次都排完了 OK 但是呢 待會還有領主 還有辦事員 還有助理員 那其實你會發現做的事情都一樣 可是要怎麼樣快速 4個一起 就 做一次就完成 那當然我們可以再配合VBA啦 不過VBA裡面有一個問題喔 因為將來 這個40這個數字 會隨著什麼 他向下追蹤而有不同喔 這個可能是40 那這個可能100多吧 那每個 工作表的總列數都不一樣 所以啊這個數字 可能要 跟著修改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這 7個欄位呢 分別完成喔 等下 呢 呢 和 呢 呢 呢